來,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我現在在日月潭工作室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同仁都回家上班了 我自己留守 跟大家介紹一下現在的狀況 這個是我們工作室 我現在是在帳篷底下 我在這個帳篷下面工作快20年了 搭了個蚊帳 因為蚊子太多了 這邊是我們的吃飯的地方 還有火爐 火爐看一下 我們生火的地方 冬天也是烤火 煮茶啦 喝酒啦 聊天啦 討論事情 旁邊呢是 一個劍把 我平常就是在這邊工作 然後隨時可以射箭 這今天的成績還可以啦 還可以 看看齁 這旁邊都是 呃 植被非常好的 那這是在一個原子民的部落 旁邊都是 那個歐巴山門種的 那個香蕉啦 菜圓啦 什麼的 前面呢 就是一個草地 上面有一個鋼架 這是我們同學的 暑期實習的作品 這個鋼架呢 把它做成弧度 濕一點玉力 那這個結構上是有好處的 有它的優點 另外就方便排水 那同學設計以後呢 我們試做 已經好幾年了 放在這邊 好 再看看 這個草地呢 呃 上個月 今年乾旱啦 平常的話 全部都是螢火蟲 成千上萬的螢火蟲 這是我的書桌 我的書桌 有一把弓箭 有一把弓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把神奇的弓 那 這是我們入口 好 左手邊這邊 就是我們的 呃 辦公室 會議室 部落的會議室 好 好 這是我們的工作環境 嗯 那現在都 大家都回去了 我單獨一個人 在這邊 介紹一下這把弓 很神奇的 這個是叫做賽德克弓 原住民的那個 賽德克組的弓 他是用大釘黃 一個木頭 很硬的硬木頭 他是隨著木頭的形狀 再去削 做成的 所以 每把弓都不一樣 那 那 這並不是說 跟我們現代的反曲弓不一樣 那 呃 並不是說 呃 我要他長成什麼樣子 是他告訴你他要長成什麼樣子 那 每把弓的特性又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得花時間去適應他 然後你掌握他了以後呢 那你就是 人工互動 喔 可以達到很高的境界 射得很準 啊 好 來 講一下這個射箭 嗯 呃 要射重的話 一個要訣 就是說 呃 你不能認為你在射啦 你如果你在射你很強烈的意企圖心的話 你就絕對射不重 簡單講就是說 你要放箭的時候 要在不知不覺當中放掉 齁 你要無我的狀態 你就射得重 齁 欸 這跟我們的箭主觀念好像有一點接近喔 齁 齁 跟這把弓好像也有 也有類似的 類似的意思齁 齁 齁 好 射箭的要領 齁 我給大家看一下 是今天早上寫的 射與不射 射之爭義 齁 齁 你要在不知不覺當中把箭放 你才射得重 重重重 那個 射得重把 齁 呃 這裡牽涉到一個無我的境界 齁 居於無或居於空 就如畫之留白 更甚至 齁 吾的境界 在於建築 聖南 這準備這次 如果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交流的演講題目 齁 齁 這是今天早上寫的 沒有刻意喔 不是刻意語留的齁 齁 這個這個跟我們現在的建築理念是類似的 齁 就是 呃 呃 並不是我要去 做出什麼樣的建築 我們基本上來講就是 建立一個互動的模式 參與的模式 齁 齁 話不是我們單 我們這邊講 不是建築師這邊講 是 那個他者 講的話 齁 這個是 呃 這個最有價值的 齁 就跟這把弓一樣 好 吹牛到這邊 祝大家身體愉快 不是 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尤其在這個 疫病期間齁 身體健康很重要啦 好 祝這次的展覽成功